第四題的要求是畫一個Perpendicular Bissector 即是垂直的平分線 大概在中間這一點畫一個90度的線 怎樣用圓規幫助我們呢? 這題也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在線的兩端做圓心 那我半徑怎麼辦? 我們隨便拿一個比一半長的距離就可以了 比一半的距離 例如這個距離 我畫一個圓 那需要畫完整個圓嗎? 都不需要的了 大概知道它相交在什麼位置 我們畫這樣的弧就可以了 同一個長度 不變的 在另一點 做圓心 一樣 兩個弧 你會發現它們相交於兩點的這兩個圓形 將這兩點用間尺連起來 就是我們需要的這個垂直平分線了 作圖完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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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圖完成